你好 我們有知名 大家早安不安?晚安全日安 歡迎來到神網第一線 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2024年的第一年 恭祝大家新年進步 身體健康 2023這一年過得很難的 對很多人來說 有些人說沒事沒問題 很容易 我也看到有志及興的好處 在香港當然有些好處 我看到有些好處 不是好處 首先講一下 昨天有一段影片是台洋出的 他說美國寧願扣 每天都是Boxing Day 這些我真的沒辦法同意 我一定要說 不是說削弱其他主持 有些人說他一定是多觀看 因為說美國的壞事一定是多觀看 但其實實質的情況 我講過很多次 寧願扣這個題目 我告訴過給大家聽 嚴格來說 這些就叫做有組織的盜竊罪行 但是有組織的盜竊罪行 又不是高調地衝進去寧願扣 其實還有其他的 如果真的要長做 如果你想要做偷竊 要長做的話 你當然不要那麼高調被人拘捕 其實呢 一直都有偷竊的 我先講過事實 因為我始終也是有幫零售商做顧問工作 現實就是他們是不是也有人倒竊 倒竊這件事 視乎你那間店鋪所在的地區 它一定有一個比例 那數的比例就是你每一次 我只是說一些常識而已 因為我不想聽節目的人 就以為美國真是很慘 我先講一個實情 如果你看回美國零售的數據 它有一條數據就可以看到 大概損失多少貨 一年 它的 retail shrinkage 在2021年的時候 就是939億美金 這條數據看起來是很大的 但是呢 其實只是佔 總銷售的1.44% 總銷售的1.44% 這條數據就是這樣的 還有呢 就是偷竊 只是佔這條數據裡面 一定要說一下 總銷售的1.44% 裡面的36% 這條數據 這條數據 只是 只是外邊的人偷的 這條數據 還有其他的 還有 internal theft 就是員工自己貼 員工自己貼 佔29% 還有一些叫做 process control failures 就是 那些貨 真的不知道會去哪裏 你也沒辦法證明是有人偷的 那些就佔26% 但是這些數據基本上 全世界都是類似的 我告訴大家 真的 全世界都是有人偷東西的 這個世界 你沒可能覺得 我住的地方沒有人偷東西 其實 偷東西就是 你打開門做生意 一定有人來偷的 我只是說過事實而已 不是啊 國內沒有人偷東西的 國內做零售 他也有人偷東西的 你不要說是沒有人偷的 國內 有些更離譜的 就是 我忘記在哪裏 加樂福 加樂福還是 Sams Club那些 買一隻燒雞 然後去廁所吃 那些都是 那些都是損失來的 零售的情況都是損失 我只是說過事實而已 那... 當然我這樣說 就沒有人想知道了 KWO就是搶劫了 那其實... 那些在... 美國也是叫做ORC Organized Retail Crime 就是有組織的 零售罪行 他是這樣叫的 那這個就包括了 就是... 盜竊啊 任何種類 你說打劫的 這些都算了 這些全部都算了 那... 還有... 這些為何說是有組織的 其實他們... 偷貨也要去散貨的 他們用什麼渠道 散老鼠貨 其實這些一向都有 我真的這麼說 在一條供應鏈那裏 不僅是零售的環節會被人偷東西的 你一製造的環節也會被人偷 當然你做工廠就會知道了 就是我們的朋友做工廠 其實這些資料都被人偷賣的 我只是說過事實而已 如果你說... 美國的問題特別嚴重 他們現在... 如果... 他們全國的零售商協會 他們就有出來說的 就說這件事都很重要的 就是要... 政府就立些法例 不讓別人去... 大規模地進去... 衝進去... 搶東西 就是拿走所有的東西 拿走所有的貨物 其實這些數據是反映不到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來的 從來的數據都反映不到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去到... 剛才我給你聽的數據 就是2021年 如果是外面偷東西 2021年的數據就是37% 2022年就是36% 但是2022年的數據是怎樣的呢? 它整體的retail shrinkage 就是貨物不見了的問題 就是1120億美元 這個佔總體銷售的1.55% 這個... 為什麼會這樣呢? 它多了... 它不僅是... 因為那個百分比多了 它整體銷售是多了的 美國是... 零售的整體銷售 2022年是有增長的 2023年也有增長的 2023的數據還沒有出來的 但是... 我不認為2023年那條數據呢 會... 讓大家看到的一件事就是 它整體的零售損失 會比2022年很多高 很多時候都是百分之一點多的 這些數據呢 如果你是... 做一間零售的 如果是一間店舖自己做的 那麼這些數據也很嚴重的 但是如果你以一個集團來計算 其實這些數據呢 不是什麼特別大的數字來的 喏 那麼... 草本綠色力量就說 它超市買包意大利粉 都已經被人開了 偷了一些意粉 有些地方是會這樣的 這些你完全沒辦法避免 我有一次去一些比較雜的區 去買東西 看到那些年輕人在偷東西 就是... 他想偷的 但是我盯緊他 他當然沒有偷 有一些就是... 看到有年輕人會偷東西 那怎麼辦呢 你說這些是... 是不是... 零元扣 其實... 顛舖導線是一向都有的 這些罪行 但是... 這些好像... 一些人不明白的 一件事就是... 現在呢... 為什麼人們會覺得零元扣是一個問題 就是... 大家在TikTok那裡看到的 大家在... 新聞那裡看到的 衝進去搶走一大堆東西 兩方就說 由政府法例而引致集體搶劫 又令人關注 亦反映社會風氣敗壞 有很多說法就是美國那裡 就是為什麼他們會... 尤其是在加州 為什麼會... 多了這麼多這些所謂的零元扣 其實我也不會稱這些是零元扣 這些是... 有組織的零售罪行 為什麼會變多了 說法就是... 因為... 950元以下的東西 抽950元以下的東西 就是輕罪 就不用坐牢的 這樣子 但是... 這些說法呢 不是真的有根據 我告訴大家實情 當然有些人說 有根有根據 你看到一些片段 你在數字那裡 實際上是反映不到的 反映不到是... 真是一個這麼大的問題 他虧的錢是... 譬如... 如果你看整個美國 全國的零售商協會 他們報出來的數字 就是... 他們沒有原因把數字弄小 我告訴大家 他們絕對沒有人把數字弄小 他們報出來的數字 就是... 都是維持在百分之一點多的 好了...如果你說是兩方 你說是社會風氣敗壞 美國某些地方社會風氣是有問題的 就是... 他們有些地方的人是很窮的 就是... 你說是社會風氣敗壞 還是貧富懸殊導致的問題 這件事情... 我比較傾向於相信 美國的問題 就是貧富懸殊引起的 不是政府法律搞出來的 也不是說... 他的社會風氣敗壞 而是窮人... 有些他們... 沒有啦... 他們覺得... 狗一條 社會風氣敗壞 那... 每個人想做楊岳橋的時候 就去偷東西 其實就是 那Jacky Leung就說 應該是經濟越來越差 才導致有多人力源 如果在美國掉進去貧困的時候 很可憐的 要不就有些東西上癮 酒癮 毒癮 那你不去偷... 不去搶 你怎麼可能... 有錢回來吸毒呢? 即是你一陷入了引品陷阱的時候 就是這樣了 但是為什麼那些人會陷入引品陷阱呢? 其實有很多都是很窮的人 看不到出路的社會 就是說美國是不是真的這麼差? 那麼他有他的社會問題 每個國家都有他們的社會問題 就是說美國是不是... 他壞到股市也要倒閉呢? 有些人說 你看看他寧願靠很多股市會倒閉 你看看他這麼多社會問題 但是股市和美元也會倒閉呢? 那世界又不是這樣的 就是說我講過的實情 CK就說有些人偷東西 不是因為他肚子餓或者要餵家人 而是因為他們... 偷了是沒有後果 就是這麼說 如果他們是有組織的 現在你說有組織的那些盜竊 他本身是... 這個是... 賺到錢的東西來的 賺到錢的東西就會有人做的 我也要講的 就是說這個... 這個呢 你說是不是政府不作為? 就像Raymond Lee那樣說的 我的看法就不是啦 你那些有組織的罪行 他在哪裡能夠吸納那些有組織罪行的成員呢? 你覺得是不是在社會中層或者上層 吸納那些新血進去 做這些有組織罪行呢? 是不會的 你吸納一些... 在哪些地方吸納一些新血呢? 當然是窮人那裡吸納一些新血 因為他做有組織罪行有機會發達 是不是? 我只是說一個事實而已 如果你說... 這個... 美國瘋了 你很膚淺地看美國瘋了 那麼... 我就告訴你這些問題 全世界都會有 如果你繼續... 新年不應該說這些壞事 但是如果你繼續 押那些... 中下層 下層的人生存不到 他覺得... 行古惑才有機會 那就多人行古惑 其實就是這樣而已 世界就是這樣 香港也是很畸形的 我告訴你 香港為什麼我都說是畸形呢? 你出身好像林作那些 都去搞JPEG這些 所以香港是畸形的 其實... 我也要說 不要... 說... 只是看美國壞 很多時候自己都有問題 當然... 我說說自己有問題沒有人喜歡聽 這是事實來的 但是... 你不去面對那個問題 你自己身處的社會就會出現其他事情 你不可以單是唱好的 你不斷單是唱好的 是沒有意思的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那... 那JK就說香港遲早跟美國一樣 越來越多窮人 因為有很多中產 跌下去的底下層 其實美國的情況 還有有放大性的 如果在美國居住的人就會知道 為什麼我會說這些呢? 因為我其實有很多傻友在香港... 可能都跟美國有聯繫 要不就是美籍 要不就是... 本身都是美國人 我講一個事實 就是... 在美國居住了幾年那些人 或者讀書了幾年那些人都會知道 不是整個美國都是安全的 有些區域呢 是禁區來的 即是進去的話 那些人根本是有危險的 那些人是知道的 那些有問題的區域 通常就是那些窮區 這些人都會知道的 如果你說整個美國都是這樣 都是混蛋的 都是被人偷東西 被人搶東西的 那我就告訴你不是這樣 他們是有很明顯的差別的 即是窮的地方 和有錢人的地方 是有很明顯的差別的 這個是現實來的 我會盡量說一些貼近現實的東西出來的 當然 你想不想聽就不要緊 我也是會說的 因為我始終還是覺得 有些事情就是... 起碼都說過貼近一些事實的情況給大家聽 就是這樣 即是... 那些數據呢 現在你說這些數據拿出來的方法是有問題的 可能是 但是不會的 為什麼我告訴你不會呢 其實... 如果以一家零售店來說 那些貨品呢 如果是用會計的術語來說 就叫做Write-Off了 即是那些數據是在帳面上抹掉的 你是沒有人弄大那條數據的 你亦沒有人亂報那條數據 我說過真話而已 事實就是這樣 但是... 如果是... 即是在美國那些很特別的個案 有很多個案在十幾年前已經有人偷什麼呢? 偷奶粉那些 不是說笑話而已 是真的 他們偷很多不同的東西 其實十幾年前已經有了 所以... 如果你說... 近年才有... 這些零元扣 那我告訴你不是的 其實... 現在的做法就不同了 即是他們那些... 有組織的... 盜竊的人 以前可能是... 一個一個進去 慢慢偷 老鼠搬家形式的偷 現在就是衝進去偷 其實就是... 我認為這些都是貧富懸殊引起的東西 不過當然有人說 有些人都是... 有錢也會去偷東西的 是的 是有錢 有些人是有錢也會去偷東西 但是那些是少數來的 從來都是 那... 講到這裡就算了 休息一會兒 回來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兒 音樂 Zither Harp Zither Harp